大家好,在家做这个好吃的抽楼饼,外酥里内,柔软多层,做一次能吃一个星期 面皮里倒入500克面粉,加3个食盐搅拌均匀 先用150克开水烫面,然后再用180克的温水和面,把它们搅拌成面絮状 揉成没有干面粉,偏软一点的面团 放到面板上,把它揉光滑 揉好的面团,从中间切开,这样更好操作 把它们分别揉搓成长条,切成带有相当的面剂 把面剂都整理揉成圆形 盘里刷油,把揉好的面剂都一次地放入盘里 上面都均匀地刷上食用油 全部刷好后盖上保鲜膜 饧面30分钟以上 在这个中间切野葱花 现在的小葱特别的鲜嫩 多放一些,做出的饼特别的香 切好后放到盘里备用 再来准备一个油酥,两勺面粉,适量的食盐 五香粉,浇上热油 把它们搅拌均匀,相当成酸奶状变开了 这个时候面一形好了 用油形面也能性特别的好 面板上抹也食用油 把形好的面剂放在上面压扁 用擀面杖擀大擀开 然后在上面撒上油酥,用刷子刷均匀 再撒上一条把它葱花 把面皮的两边向你折 折好后,用手按压一下 从一边卷起来 刀军物尾部,用手按扁,压在下面 这样一个扁的生盆便做好了 全部做好后盖上保鲜膜 再醒10分钟 10分钟后拿出饼盆 用手按压一下 擀面杖擀成面皮状 擀好后,把它从一头卷在擀面杖上 放在准备好的油脂上 就这样一层油脂,一层饼盆 放入冰箱浓冻保存 想吃的时候不用化冻 直接放到电饼盆里 两维中就能吃到好吃的葱油饼 电饼盆刷油,不用提前预热 把饼盆放入 表面刷上食用油,防止水肺流失 盖上盖子,煎至一面金黄 搬过来煎另一面 两面都煎至像这样金黄的时候便可以出锅了 这饼太香了 葱香浓郁,外属里内 就这没有菜也能吃两个 做一次够吃好多天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